念佛事宜 尊敬的雪梨静忠学会 理事同仁慈悲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昨天 大家有没有回去 想了一想 为什么我要来参加佛妻 我要来参加念佛共修 为什么我念佛 要到道场来 告诉诸位哦 我们的这一个 宗旨 目的 目标 如果 不正确的话 那我们来到道场啊 我们来参加佛妻 来参加念佛共修 我们的这一句话 我们非常忙碌 非常折腾 非常消耗时间 那我们的 那我们 也是枉然的 那我们白来了 我们白念了 所以我们的 宗旨 宗旨 目标 一定要正确啊 我们来到场念佛 我来参加这个佛妻啊 乃至于我来参加 乃至于我来参加三十系念法会 跟诸位说 跟诸位说 我们啊 不能够啊 心里想着啊 我来参加 我来参加这一个活动 就是要超度谁谁谁 那错误啊 就像成德法师当时 蔡里旭老师的身份的时候 给我们讲地之规 在底下看到一位学生啊 他很勤劳在做笔记 上完课了 老师到这一个同学的身边去看啊 他一下来啊 五天幸福人生讲座啊 他都非常忙碌 每一堂课非常认真在记录 蔡里老师一看啊 他写什么呢 他把这一段画起来 这个要跟老公讲的 这一段要跟孩子讲的 你看 他想到的都是什么 他人啊 别人啊 这样学习 会有成就吗 没有啊 全世界的人都要学 单独我一个不用 自己不用 这边写 这个要学 那个要学 但是自己没有记录一个 这个是我 我应该要改的 没有 所以我们参加佛妻 参加三十系念 跟诸位说 不要把它放在超度已故 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来参与啊 这个三十系念 说三十系念就好了 真正要能够得利益的 是自己啊 是本身啊 然后如果我们真正去理解 超度的真正原理原则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超度呢 没有别的啊 唯有我们自己成就了 自己提升了 自己觉悟了 那我们这一些啊 冤亲在主 我们的历代祖先 已故亲王 才能够得到解脱啊 所以我们看地藏经 婆罗门女 光木女 她们是怎么样 超度她自己的王亲的 你看婆罗门女啊 一日一夜 念清静觉华定 自在王如来 成就了 她到地狱去找母亲 找不到了 真真实实 能够到地狱去的 只有两种人 受罪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菩萨 去度的 去度人的 所以婆罗门女 一日一夜念佛 把自己提升到 菩萨位置了 所以 她的母亲 就从地狱 马上渡到 刀立天去 到天上啊 做天人了 所以这个道理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三十系念 我们做佛妻 念佛共修 我们要知道 我们当中啊 提升了没 我们在这一场 佛妻 在这一场 念佛共修 在这一场 三十系念 我们觉悟到什么了 我们明白到 什么道理了 进而我们实践 去改过 我们的错误 恭喜大家 我们身边的 这一些 无形众生啊 我们想要超度的 自然而然 就得到 当中的利益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 我们念佛也好 诵经也好 我们把功德 回向 给这一些众生啊 有一些人的量很大 他回向还要 尽虚空 变法界 告诉诸位啊 不念还好 一念啊 惹祸上身 你看这个重点哦 惹祸 所以他 注意哦 真的 有一些人啊 念到最后啊 来找师父 他讲 为什么呢 怎么我诵经 这样我不能诵吗 有没有一部经典 我们是不能诵的 没有 通通都是因为 我们读诵的时候的心态不同 我们诵这一本经啊 你看我们的目的就是 哎呀 为了这个而诵 为了他那一个而诵 没有说我要明白理解来诵 没有 不是为自己的哦 我们好像是已经不是菩萨还是佛了 我们不需要 他们需要罢了 哎 没有 你看我们的心就是这样 错啦 大错特错啊 所以相信这个佛妻啊 我们头一次见面 在这一边啊 我们这几天下来啊 大家会 非常的 惊讶 哎 为什么跟以往听到的不一样 跟以往的这一些啊 法师来讲的 好像有出路哦 不同哦 跟诸位说 墨学讲的是事实啊 是根据我们导师上镜下空老和尚教导啊 我们很多人听经 为什么听不到 前两天给大家讲了 自个合理化 自己听自己爱听的而已 所以我们到场的同学啊 他讲啊 哎呀 这个大金姐啊 我听了几遍 我都听不出来 当师父一讲 他再重复去听 对吼 你看对吼 他没听到 当之前啊 他听的都不是这个的 但是过后啊 讲了以后回去听 不错哦 原来老和尚讲的是这个 你看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 我们听经啊 没真正的听 所以老和尚常常在讲习当中都问我们啊 听明白吗 会听吗 听懂吗 不要会错意啊 那太冤枉了 所以啊 我们来到道场 我们参加念佛也好 佛妻也好 三十信念也好 主要的目的 就在于啊 提升自己 不是为超度而来的 我们佛教啊 不是死人的事业 现在你看 现在你看 佛教变成什么了 变成死人的工作了 你看啊 祝念也好 这一个往生以后啊 身后事办理处理也好 我们在马来西亚 一样的 平常时候 不来找师父的 几时来找 家里有人往生了 家里有人死了 他就来啊 师父师父 你有没有跟人家做这个这个这个的 你看 我们师父是什么 法师是什么 是做死人工作的啊 不是啊 你看法师法师 说法的老师 是半般教学的 他就像学校里面的teacher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的 佛妻啊 跟以往的相信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听这一个经教啊 时间比较长哦 这是墨学要求的 跟诸位说啦 墨学的道场要三归一啊 都要听两年多 五十多堂课 才能够三归一 怎么会知道呢 每一堂课啊 have to take the attendance 好像学校一样哦 还要报到的 还要滴的 滴不是自己滴哦 我们有assign 这一个义工 在这个大殿门口啊 放一张桌子 他来 嗯什么名字 来tick 今天来 80% above 又有这个声音 重要啊 这个 80% above 才 require 才 require to attend our 三归一 你看 80%哦 少过80%的 next year 他又要等 哎 两年多 再来多一次啦 三归一 所以啊 非常注重在这个什么 经教上面 所以我们老和尚 你看 一生人哦 从一打从出家 到四元级 没有中断过啊 我们老和尚做的事业 只有一样 那就是半班教学 62年没有中断过 哎 所以到最后 老和尚 九十一岁了 九十九十一岁了 还为英国汉学院 再努力啊 再成立 这一个英国汉学院啊 你看 一生人都是教学哦 所以我们就要懂啊 要明白啊 尤其我们念佛的 我们讲自己是 静中学会的 我们要知道啊 所以来到道场 参加人活动 任何的活动 都是为了要来提升自己 所以昨天给诸位说了 我们念佛是最方便 最简单 方便在哪里 简单在哪里 简单因为一句 一句四个字而已 阿弥陀佛 三岁只要会讲话 你慢慢教他 他都会叫阿弥陀佛 但是相信 我们家里面的孙子 没有人敢做 你可以试试看 你不要叫他 来 叫爸爸 叫妈妈 不要叫他这个 也不要叫婆婆 你天天叫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第一句就是阿弥陀佛 baby第一句开口 也会讲阿弥陀佛 但是我们很自私的 我们不可能叫他 叫阿弥陀佛的 我们会叫他 来 叫Daddy Daddy 你看 一定的 或者叫妈咪 妈咪 妈咪比较多 一开始叫妈咪的比较多 所以你看 小孩子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阿弥陀佛 这个叫简单 方便 无处 不是我们用功的地方 这个就叫方便 我们在Train 在火车上 能念吗 可以啊 我们在巴士上 能念吗 也可以啊 我们在哪里 昨天问了 乃至于我们在进房 洗手间啊 Toylet 我们Toylet好像很粗俗 我们讲 Restroom 听到好像开心一点 可以念吗 也可以啊 房间里面 可以吗 在床上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叫方便 所以这叫方便 所以最方便 最简单的 这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一边念阿弥陀佛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我们来 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念 我们在Toylet 念 Restroom 里面念阿弥陀佛呢 我们没有的 写牌位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不可以讲这个哦 我讲过啦 这样子你的心态又错啦 原来你来这边是为了要写这个牌位 你写了也没用 主要的在于 刚才讲啦 提升自己 我们来到这边 至少 我们得要万元放下 你看 The whole day We chanting here You have to put down all your housework 对不对 家里面的工作 全部你都要把它什么 放下啦 暂时放下了 所以我们要学着什么 放下 你能够放下 你提升你自己 你不放下 告诉你 在我们灵命中 大线来的时候 当我们啊 要东东抢 你有没有跟他讲 Choco Mate 没有的 等一等哦 没有的 没有的等 你还是要走 你还是要放下 所以有一些人啊 跟他讲 哎呀 我们这边雪梨啊 有办这个念佛共修 有办这个佛妻 你来参加 哎呦 这个不能啦 我还要带孙子去补习 我还要带我的孙 我放不下 Jimmy Wong来的时候 你能跟Jimmy Wong argue吗 我不要去先 我要带我的孙 去补习先 等他补完习 长大了 我才东东抢 可以吗 不可以啊 没有得讲的啦 要走就马上要走了 所以啊 我们俗话有一句话 阎王要你三根死 不会留你到五根 几点走 你就一定要走 所以现在我们学着 时时刻刻都要会放下 放下我们的工作 放下我们心上的负担 放下我们心里面的压力 我们要学 这个放下 告诉诸位 讲很容易 做非常难啊 不容易啊 这个是真的 没骗你的 我师父也好 也要学会放下 为什么出家 我们老和尚不是 常常在讲习当中 给我们讲了很多遍吗 学佛一定要出家吗 不一定哦 现在末法时期成就的是 在家女众哦 在家哦 我们这些比丘啊 比丘 排行在the last 最后成就的 现在很糟糕的 男众的出家中 那这个修行不好 这为什么末学还要出家呢 学习提升放下 放下你的工作 放下你的 我们现在 我们以前 为自己 为工作 都是为什么 为我们自我 现在啊 我放下 我放下 为什么 为大众 学习 把这个心 扩开 打开 这个都要学 不是说 一朝一日 就可以成功的 就可以成就了的 没有 这个我们要 keep running 一天天在学着 所以我们这一边 有活动 有念佛共修 你来这一边 记得 我们的目标 宗旨在哪里 我们要学放下 今天 已经进入 我们 佛七的 第三天 Today 第三天了 我们这边 还好 我们从早上 念佛到 傍晚 晚上啊 都没有听到 打雷的声音 我们马来西亚 台湾 那个是多雨 很多雨 雨季 常常会下雨的 我常常在 寺院里面 跟着一些同修 开玩笑 我跟大家 提醒哦 不要在里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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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打雷 一打雷 你的心里面 不是阿弥陀佛了 你的心里面就讲 落水了 烧三 有没有 阿弥陀佛 你会看到 一口 而已 哇 一般人出去 外面了 怎么 去 拿电话 打电话 回家 叫家里面的人 要下雨了 快点 跟我的衣服 收进来 你看 放不下 真的哦 没有骗大家的 我们虽然人在这一边了 我们被绑住了 但是心还在里面 还在家里面 很多人在这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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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yes 完了 要回家了 所以 我们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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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念的时候 我们在想着 等下 Dinner要煮什么 有没有 没有啦 很好 还是 没有煮 但是我们想着 OK Today We go eat Japanese food 有没有 Get it 我们今晚 去吃日本餐 明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去吃意大利的 Pizza 有没有 我们心都不在这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道场共修 就学习 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人来到这边了 我们的心就要来这一边 不要在外面了 不要在家里面了 不要再为孙子 再为儿女 操心了 有一些人在这边 念佛 刚才讲了 为什么会讲错 Dinner 真的 他跟师父讲 师父师父 今天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回向 因为我孩子要回来 我要煮给他吃 你看 所以他念佛 他念佛 一半他就要跑回去 煮给儿子吃 这样子 跟诸位说 我们写超度 管用吗 不管用啊 因为我们自己 还是为这个 尘饶 再烦 再忙 再打转 我们没有提升 所以啊 我常常跟我们同修讲 很多时候 我们的操心 我们的担忧 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 自相情愿的 自己要做的 怎么讲呢 我就跟一位同修讲 这一次你试试看 你的孩子要回来 你要回去煮 我不给你回 我都讲 我是一个坏人 我真的常常做坏事的 我不给他回 我讲 你这次不能回去 你跟你儿子讲说 你参加佛期 你参加念佛 今天共修 要六点七点 才能回到家 不能回去 没有的准备 所以啊 他就 之后就怕 很坏 坏蛋 就打电话 我今天不能回来 你知道他儿子讲什么吗 妈妈 你不用回来 你不用回来 我们到外面去 我约了我的朋友去 马干 马干就是吃 你看人家几开心 是我们自己 以为他回来 我要煮给他吃 我们的孩子吃到鲜了 每天吃我们煮的 你讲你今天 可以跟朋友出去 很开心啊 所以你看 是不是我们自己 自己想的 自己放不下的 孩子放下了 还有同学啊 他的儿女啊 跟他讲 你去 你去参加 你去参加佛堂的活动 去念佛 你不要管我们 因为妈妈就很担心他们啊 以为要陪他们啊 他不用你陪啦 所以我们自相情愿的 自己爽哦 自己要做的 放不下是自己 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 我们来到场念佛 所以昨天有没有回去想 为什么我们来 有没有想到这个道理呢 就是要学放下 放下我们身边的 放下我们的亲情 我们老和尚给我们讲 我们最难放的就是亲情 不能放下我的老公 不能放下我们的儿女 不能放下我们的孙子 金拿孙 金座的孙啊 你看 这个秀咪咪啊 我们讲 我疼得不得了 告诉主位 这都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啊 我们不要啦 我们真正为他们好 我常常说的 孩子21岁以后 我们就要放手了 他自己的人生 他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去料理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21岁以后 他出去社会 他到哪里去 他学习怎么样独立生活了 如果你还一直在保护着他 照顾着他 当他一天你不在的时候 他无法生存啊 我们曾经看过报导啊 父母走了以后啊 这个儿子啊 因为妈宝 我们讲 妈妈的宝贝 妈宝啊 过不久 好像是三个月半年 也跟着去了 因为没有 不会煮 自己不懂得煮 不懂得料理自己的生活 都是母亲啊 都是母亲啊 安排一切的 现在还有没有妈妈 晚上要穿什么睡衣 还帮孩子准备的 有没有 如果有你念佛了 你遇到我 我会拿我的鞋丢你 我是很出炉 很坏蛋的 你的孩子不能长大 不可以 你到底能够活到几久 所以为什么我劝我的同学啊 他们呢 他们呢 21岁放手了 不要管他 现在他去创弊 现在他面对 这个生活的挫折 至少 你还活着 你还在 你可以在旁边帮他 从失败当中 怎么样学习 站回起来 当你一天不在了 他才面对人生的挫折 挫败 谁来帮他 他一蹦下去 完蛋了 他的人生就完了 假使你活80岁了 很老 你的儿子啊 如果在50岁面对挫折 因为你在啊 每天都帮他 弄他 帮他处理一切 他人生是 哇 平平顺顺 没有事情的 没有面对过问题的 当你不在了 他第一次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怎样 忧郁症 发神经 完蛋了 他的人生 因为没有人再来帮他了 所以这个是谁害的 我们害的 所以不要太疼惜 我们的亲人 我们身边的老的也一样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先生也一样 必定要走到 一个人这一条路的 你不要以为 每一天都可以帮他做 每一天都能够服侍他 不可能 因为无量寿经 不是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了吗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讲了四个独 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 没有别人能陪伴你的 所以我们了解佛法 你看多好用 用在我们人生当中 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知道了 我们让他独立 让他 学会怎样子 independence能够活着 不用靠别人 他自己可以 所以我们开始学佛 我们来到道场 就是要学放下 放下这一些亲情 放下这一些无谓的 这个是小事 我常常跟我们的同修说 我们的地球 不是天天在转吗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 我们有 昼夜 早上跟晚上 所以他都在转 有没有说一天 我死了 他的那个地球停一下 不转了 有没有 没有啊 谁不在了 他地球还是同样转 有没有一个人不在了 今天变23 hours per day 有没有啊 没有 还是24 还是24个小时 没有改变 所以不要把自己 看得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学会放下 所以我们放不下 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重要 每一样东西 都是要我来做才可以 没有啦 no such thing 记得哦 这一些 我们在佛经里面 佛都教我们 教得非常清楚了的 但是很多时候啊 我们可能 都没有把它听进去哦 我们听到的啊 都是那一些 名词术语 跟我们生活啊 好像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背背很多 那不管用啊 老和尚给我们讲啊 那是什么 那是佛学啊 我们静中同修 我们不搞佛学啊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学佛啊 所以墨学的讲座 这个达玛特 不是佛学讲座 是学佛讲座 是真正实实 在我们生活当中 能够感受到的 能够马上学了就用的 这个就是学佛了 所以啊 你看我们来道场 我们知道了 学放下 放下我们手头上的工作 放下我们的 这一个心 我们来到这边呢 我们不要把这个心 留在那边哦 也要带着它一起来 所以佛教我们什么呢 佛教我们啊 要能够学习 活在当下 这句话应该不陌生 学佛的人都听过 但是会用吗 什么意思 是活在当下呢 我们很多人都不是 活在当下的 打个比方 家庭主妇 明天要煮什么 伴侣 你看几时想 我们晚上就想了 对不对 有一些人想到失眠 躺不去啦 我们去巴萨买菜 是去巴萨买菜的时候 才选 还是在家里面就 planning了 在家里面就 planning了的 我今天要煮这个 要煮这个 然后我要这个 ingredients 这个菜 等下去到巴萨 第一个巴萨 看早来早去 没有 快点驾车又赶去第二个巴萨 看那边有没有 孩子去那间 super market 你看 就为了那一个菜哦 跑了三四个地方哦 有没有 错啦 那不是活在当下 所以我常常讲 活在当下是什么 你去到巴萨 你看 当下看 哦 这个菜很新鲜 好 今天我就煮你 我要怎么煮 还要配什么 当下想 我们没有烦恼啊 不会讲说 我们要的没有啊 有一些蔬菜 是有season的对不对 我们想来想去 要买 又买不到 何必要想 所以那个想 就叫什么 妄想 什么叫妄想 不能实践的 就叫妄想 做不到的 就叫妄想 你想到一大堆了之后 我们常讲啊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 计划跟不上变化 What you plan 往往不能够走的 走不了的 很多突发性的事情发生 改变你的planning 所以你看 这样我们来planning做什么 不用活在当下 所以我们来到这一边了 我们来参加共修念佛了 我们的心都要把它带过来 不要再留在家里面了 不要再想东想西 老和尚讲的 想是讲不是 想三想四 就不要啦 想东想西不要啦 所以我们来到道场 第二个目标 目标 目的 学会 怎么样 用当下的心 来念这一句佛 当下的心 要有佛 我们学要学会这个 所以我们来到道场 念佛就是为了这个 不是因为来到道场 哇 那个韦罗唱得很好听 所以我来 那个师父长得很 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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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 很帅 所以我来看师父的 那你学习一辈子都成功不了 我们学佛不要学这种 我们来到道场 我们念佛 第二个目标 就是要把心安住在当下 然后当下的心 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有佛在 我们的心有佛 佛就在我的心里面 这个容易吗 不简单 所以昨天 前天给大家讲了 我们到场有一位义工 每一天三部无量寿经 拜三百拜以上 天天万身佛号 老和尚讲习 没有空缺过 天天听四个小时 上午两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 到最后 你看往生的时候 不能念佛 往生的时候 你看他的样子 就普通人往生一样 虽然我们祝念过后 还是通生柔软 是不是代表往生 不是 所以我很坏的 我又来了 不要跟我讲 祝念过后身体软软 你看多好多殊胜 还拿起来 你看摇他的脚 摇他的手 你看 往生了 大妄语 这个是我答的 不是这个卖出来的 大妄语 老和尚在讲习当中 给我们讲了很清楚 往生的人 怎么才确定 他真的往生呢 他还没往生之前 他会很确定 告诉你 佛来了 他会讲出来 他会跟我们讲 拜拜 阿弥陀佛来了 我要走了 这样才是往生 如果没有的话 你身体柔软 告诉大家 只要我们有注念的 王者在灵命中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心 他有听 在他的耳根里面 有听入 一佛名 一菩萨名 谁有送地藏经的 就懂了 所以地藏经很好用的 地藏经教我们 其实地藏经就是 在家居士的戒律 戒条 我们要怎么生活 全部跟我们讲了 你看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听到一句佛 一句菩萨名号 我们就肯定 不会跺三二道 我们不会去山徒 不会去地狱 恶鬼畜生 但是我们在哪里 我们依旧是在 天 人 修罗 我们到人来 人道来 我们到天上去 我们都会有 身体柔软的现象 我们都会全身通软 有一些人还会嗅到很香很香的味道 那肯定是天人 天仙了 做仙了 所以 不是往生 不要乱讲 往生的人肯定会告诉你往生 很确定的告诉你 那就往生了 所以啊 我们来到这一边 我们就要学习 当下的心 时时刻刻 我们都要关照 有没有佛 也是我们到场的一个同学 因为我们到场很丰富 很多故事 又有一个同学 他天天早上一定一部无量寿经 晚上一定一部地藏经 他天天念佛也是万生 他拜佛就没有这么勤劳了 一百百 天天哦 有一天 他去参加放生法会 这放生大家知道 买很多这些动物啊 去放生 这个放生法会啊 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Mais 如果大家有听过老和尚讲 老和尚的金色也是在那边 有一个湖 专门做放生的 所以他每次放生的时间是几点呢 早上五点多 这个天还没亮就开始放生了 放生到大概六点多七点 天还没真光完哦 还是暗暗的哦 就结束了 很早很早的 很早就 就有放生了 这个同学啊 他就去参加 也是晋中学会主办的 所以他就去参加 参加完了啊 他去 这个 bucking厂 这个停车场 去取车 去拿车啊 要驾回家了啊 怎么知道啊 一走到 这个 一开那个门 车门一打开罢了 后面有一支刀 放在他的脖子 他这样 把你的钱包全部拿出来 如果是你 你怎么样 这位同学啊 他真的 哇 吓死了 没有遇过的 这个刀放在他脖子 怕到抖啊 然后就快点啊 全部东西啊 他要什么都给啊 电话给 手提 那个 手提包也给 全部车里面 有ceiling 这些散钱啊 零用钱啊 全部通通 有什么 给他搬完 很配合 给玩的 我都很怕 快点驾车 驾去哪里呢 去报警 去警察局 因为 全部的license啊 那个identity card啊 我们的IC 全部都没有了 就快点去报警 去报警 玩回到家里面 哇 快点冲凉 衰啊 会听什么叫衰吗 很衰 运很不好 所以快点冲凉 把这个衰运 冲完 然后冲完了之后啊 泡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坐在厅里面啊 喝 很怕 那时候啊 手还在颤抖 还在准啊 他才发现到哦 从那一支刀 放在他脖子 到他家里来 喝那一杯咖啡的时候 因为在厅里面 看到阿弥陀佛了 他才知道 这一个期间哦 这一段期间 里面没有 阿弥陀佛 你不要以为 你天天坐哦 哎呀 可以啦 没有问题的啦 我每一天都是阿弥陀佛 你看 一个刀罢了 完 忘了 怕 害怕 所以我们来道场 我们练习的就是什么 当下的心 一定要有佛 我们要关注 所以 跟诸位说 我们很容易去什么 很容易去 检查 我们可以考 考考看的哦 我们的心 有没有阿弥陀佛 有没有时时刻刻 没有离开阿弥陀佛 怎么样试验呢 我们可以考察的 你走路走路 不小心踢到东西 你第一句是什么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哎哟 完蛋 你是哎哟 不是阿弥陀佛 同样是阿拉 但是你是哎哟的哦 你跌倒的时候 你看到人家跌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没有 你不是阿弥陀佛的哦 你心里面没有阿弥陀佛 当下的心没有佛 你是恐惧 慌张 害怕 紧张 早上起来 去到厨房 我们阿弥陀佛 去到厨房 这个厨房的柜子 一打开 看到我们的这个离子 你会怎样 有没有 没有阿弥陀佛 所以很快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去实验 实验一下 去检验一下 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告诉你 无偿的到来 是非常迅速的 你要走啊 就是那么的短暂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讲说 我们这一生完了 过世了 不再了 我们又再下一次了 佛陀怎么告诉我们 短到再怎样 一呼一息之间 就是我们这一个呼和息 对不对 就这个 我们只要 没有 完蛋 我们就这样走了 就那么的短 一呼和息 当中 我们的人生 我们这一生 这一世 我们的生命 就完了 finish 完云 就在那一段 所以很短 所以我们打开那一个 看到 看到Lizet也好 看到什么也好 看到老鼠 跳过来 那时候 心脏病 太阳一 打开 他 完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一生 这一世就完了 你看你那时候的时候 你的心是怎样的 所以要活在怎么样 当下 当下一定要有什么 阿弥陀佛 我们来练习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 当下要有佛 来观察 我们不要再想着 家里面的事物 想着我们 有一些人很厉害的 他坐在这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Yes, next month 我要去哪里哪里改改了 很爽 对不对 又有planning很多的 所以墨学常常 给很多单位 虽然我的schedule都很满了 我跟他讲 有时候我去不到的 因为人生是无常的 怎么知道呢 我跟你讲 OK, October I come October我也都东墙了 我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怎么来 我来你也不敢 不敢见 对不对 所以 没有绝对的 所以我们一切都要学着怎么样 要放下 我们要一直在乎着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 当下有没有佛 时时刻刻 所以我们念佛 来到场念佛 就是要学这一些了 当下我们有没有在挂念家里面 我们放下了没有 我们放下了我们当下的心 有没有念佛 然后在到场的时候 墨学也常常跟我们的同修讲 大家早上这一段时间 我们平常一般上 一般上 这一边不一样 墨学 之前给我们的这一些 凡辈主的时间流程 流程表 也是一样 早上我们是念佛的 下午12点 才是墨学开示 墨学讲这个佛法的 为什么我要放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12点吃饱饭了以后 大家都很困 会爱睡觉 吃饱饱了啊 如果以我们的医学来说 科学来讲 因为我们consume这一个 carbohydrate 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 我们讲淀粉类的 它的这一个糖分特高 所以会让我们整个身体疲惫 怎么会疲惫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细胞 需要更多的能量去消化它 所以我们很犯困的 吃饱了之后 就会要睡了 这个是科学 我们佛教跟科学 是一体的 没有讲说反科学 没有 所以我们佛学 我们佛法 我们都跟科学像媲美的一致的 所以墨学每次都会安排在 这一个吃完午餐后才讲 因为墨学有把握讲笑话 不让大家睡觉 没有啦 这个是其中一点 第二点 我很凶嘛 没有一个人敢睡觉 等下睡觉 等下又被叫到名字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不敢睡嘛 给大家压力 过了 告诉你 真的 是过了 那一个 一个小时 或者是 四十分钟 你就不会睡咬的 因为你的身体 已经操作完了 已经 要用的能量 已经消化完了 你现在做这而已 你会犯困 然后过后就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再回来念佛 大家又很有精神了 我会放在 就是吃完才讲 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你看我们是 还没吃之前 就这样啦 大家的精神都很好 这个我没有压力 因为大家 没有觉得我很凶 我在道场就很凶 我在外面 相敬如宾 是假假的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会跟我们的同修讲 你早上念佛 你不要在那边 知道什么吗 肚子饿了啦 后来有一些同修 就在那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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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着 等一下出去 不懂什么菜吃 不懂好吃不好吃 今天 有没有 在想着外面的 那个饭盒 很期待打开来看 有什么好料的 真的 跟你讲 我们很多很多 这些小小的瑕疵啊 我们都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要真正放下一切 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只有佛 所以我们来这边念佛 我们也要学习着什么样呢 变成习惯 你的佛号一提起来 一切事情都放下了 要能够做到这样 所以我们的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起来 我们口念出来 耳朵听进去 到我们的头脑去 我们以前主事大者讲 到心 心就是我们的头脑 到我们的脉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没有任何的妄想 妄念 我们要有这个功夫 佛号一起来 全部stop了 我们要学 这就是来到场念佛的 主要目的了 来学怎样念佛用功的 如果你坐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又想到很多 有同学告诉师父讲 师父 为什么我一坐下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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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我会想到KFC的 我讲说 是不是因为 你来这边吃素了 太久没有吃了 很想吃 我不知道咧 我就是 念着念着 就想KFC KFC知道是什么吗 Kinducky Fried Chicken 所以这个 真的有同学是这样 所以跟主会说 这都是我们 必须要经历过的 有一些人就讲 师父 我不要念佛了 因为我一念 阿弥陀佛 尤其来到道场 念佛 我很多 妄想 我没有念的时候 没有妄想 没有想有的 想没有的 但是我一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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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一大堆就来了 好的 坏的 肮脏的 污秽的 通通都出现 死到我不敢念 我不要念了 对吗 错了 所以啊 我们老和尚 为什么 提倡 三十系念 你看我们 静中学会 各个道场 每一个地方 都做 这个三十系念 我们老和尚 不是教我们 要来超度亡灵 不是 老和尚也不是 要教我们来 拜参 感经参 做法会 不是 因为 三十系念 中风禅师的 开始 就是我们 念佛法门的 概要 我常常给 同修讲啊 你只要把 三十系念 中风禅师的 开始 搞明白 搞清楚了 你肯定往生 重点全部在里面了 但是偏偏 现在啊 大家 做三十系念 是为了 做而做 等一下会讲 我们讲到 宗旨 讲到目标 现在我们是讲 我们念佛 为什么来这边 念佛的宗旨目标 我们等一下还会 跟大家讲 义工 为什么我要做义工 为什么 我一定要把它 摆正 我们的观念 所以 大前天也 给大家讲了 因地不正 果招 于渠 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 我们学佛是白学的 佛法里面 我们看到的 我们听到的 这一些殊胜的 好处利益 我们一定点都碰不上 我们学佛没有用 没管用 为什么 因为心态错误了 所以这个结果差得很远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然后我们半三十信念 现在半三十信念 你看 目标宗旨都搞错了 为了做而做 我相信有一些道场 做三十信念是为了什么 为了收入 所以你看 墨学是不是很坏蛋 很多东西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有我的同修 我们到场的这一些理事 我们叫做执行 执伪 来居士 来帮墨学的 帮助墨学的 我身边的人 一直劝我 师父你到外面讲 你在我们这边讲可以 你不要去外面 你会得罪人家 真的会得罪 你看 有一些做三十信念 你问他做什么做 他讲师父不要做不能 No income 念佛共修 No income 我请法师来讲经 Nobody want to donate 没有 donation 讲经没人货 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的 所以我们到场 一年到头来 我们最多做三次 三十七年 就是我们的清明节 我们的中元七月 和我们的冬至十二月 做这三趟而已 这三趟是我们老和尚讲的 所以我们做 而我们到场做这三趟 有没有做三次呢 没有哦 不一定哦 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我们马来西亚 每一年都会办一场大法会 万人 大法会 三十七年的 在stadium里面的 好像开concert这样的 有没有 所以如果那一场是 大概靠近七月份的 我们就没有再做了 就是做大场的一场好了 我们到场就做两场 就不会再做了 我们注重的就是在 半班教学 所以我们的这些职位委员 我们开始操作的时候 他都跟着 师父 没有做法会 没有收入 我讲如果真的没有收入的话 不用紧 我们大家都去买裤带 知道什么叫裤带吗 男生就知道 我们的 如果真的不能的话 很饿 跟他收起来 就跟他绑起来 顶住 我们也不要破坏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三十七年现在变成了 大家变成了金灿佛事 赶着在做的 我们老和尚其实提倡的 是里面中风禅师的 开示 里面的内容太好了 所以刚才提到了 哎呀我念佛 哎呀我的这些妄想 很多 为什么 中风禅师给我们讲了 青猪 青猪头鱼 浊水 就像一杯 咖啡 满满黑黑的 这一杯咖啡 就是我们的 阿来 也是 这个就是在我们心里面的 因为无始节来的 这一些染污全部在里面 所以很黑 然后呢 你把这个干净的水 倒入进去 这一个溢出来的水 流露出来的水 是清的还是黑的 肯定是黑的 他准备吗 咖啡吗 你不小心你在倒烧水 倒清清的 清洁的烧水 一直倒没有停 就看着他流出来 刚开始流出来的 肯定是咖啡 黑黑的 所以我们念佛 刚念佛 开始念佛的时候 我们的妄想 分别这一些妄念 一大堆 原因就在这边 他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还不了解 好 不用紧 我们讲 沟渠 沟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啊 知道 在外面那一个 路旁边不是有那个水的吗 那个下雨的时候浪踏水 有时候他会什么 堵塞 有没有 很多 在里面 所以他的水就不能走了 如果不能走的时候 你看啊 我们去清理的时候 我们去清理 你会嗅到香还是很臭 一定臭 你一开始去弄的时候 哇一出来 是臭到你 不能够顶啊 太臭太臭了 但是你洗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 越来越干净了 还会臭吗 不会了 所以你去第一次清洗的时候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 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进入我们里面 给我们的脉 我常常讲的 我们念佛就是要什么 Purify our mind 就是来给我们清洗 所以会不会有妄想出来 肯定有 所以我就问他了 是不是很想念4KFC 他在阿弥陀佛里面啊 他落的种子 他讲 是那是父 怎么你会知道 我以前还没有学佛之前 我很喜欢 你看 这个就是他阿弥陀佛里面的 所以他自然浮出来的 但是有一些人 他浮出来的 不是这一生这一世的 我们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 Membering card 我们的Membering card 收在里面的记忆卡 它是深深四世 无量节来了 全部都记录在里面 所以有一些人念佛念佛 他会看到 或者是他会妄想到 很血腥的场面 好像在杀人 在打战一样 那种场面 很多人死 他讲 师父我很怕 不要怕 那是你过去深中的 所以不是这一生这一世 是过去 也在里面 所以我们开始念佛的时候 这一个符号就要来 pureify我们 肯定会出现很多这个 又有同修来问师父 师父师父 我现在念佛 我心不清净 我不能念 等我心清净了 我才念 这一句话 对吗 不对哦 你们很 了不起 不错 还懂 谁来跟我讲这一句话的 我又要脱鞋子了 我又要丢他了 如果你心清净了 你还要念佛吗 不用了 你清净了 你就做佛了 你还念佛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心不清净 我才要念佛 你的心越烦 你的心越污浊 你就越应当要念佛 所以如果你是 你的身边发生很多事情 这个又有事 这个又要处理 那一个 我很烦的时候 要不要念佛 要 更一定要 对 有一些人来跟师父讲 师父师父不好意思 这些今天我不念不到 一万身佛号 因为我生病了 我感冒 生病感冒 要不要念佛 更加要啦 如果你生病感冒 不念 等一下你走了 有没有感冒 生病就走了的 有啊 COVID 就是这样啊 现在的这一个流感 也是这样啊 所以 Don't play play 不要玩 有一些人讲 师父我牙痛 不能念佛 还是要念佛 没有任何一桩事 能阻止我们念佛 记得 所以啊 你看三十系念 中风 国师给我们讲的 青猪 投于浊水 浊水 不得不佛 这就是 你倒这一个咖啡 这一杯咖啡 你倒这个清水 清水就像青猪一样 就是阿弥陀佛 你这样一直倒 不要停 给它一直流出来 流出来 有没有一天这枕杯 就会变白色的 有吗 肯定有机会 最怕就是我们一倒下去 看它流出来是黑黑 快点停了 完蛋 它还是黑黑 最怕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呢 不断的 越烦 越有事情 越有障碍 我们应当越一心来 念佛 所以这一心念佛 就是在我们当下 学习来道场念佛共修 就是要学这一心 一心就是在当下 当下就是一心 我们的心没有三心二意 我们就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叫一心 不断不断的在念 在我们烦恼的时候 当我们 这一句话我也不知道 是广东话还是福建话 是广东还是福建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已经有罗亚 罗亚 知道是什么吗 马来西亚最出名的 有水果 有食物 有甜 有咸 全部缠在一起 这个叫罗亚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语言 就是很多 等一下 一下子又有客家话进来 又加福建 又加华语 又加英语 又加国语 马来语 就一大堆 全部参在一起 你们比较好 你们比较纯 我们是罗亚的 所以 当我们脾气暴躁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 自己很紧张 或者当我们发现到 我们很恐惧 很害怕 没有别的 快快地提起 这一句阿弥陀佛 学习着怎么样 将这个阿弥陀佛 来安住我们的 这一颗不安的心 如果我们念佛 我们要练习 就练习什么 我们念什么 就是要念 能够起作用 你阿弥陀佛一起来 你的心就整个 沉静下来 安住了 你不会这么害怕了 那你这一个佛 就有功夫了 这就叫做念佛功夫 所以在五经一论 昨天给诸位说了 没有教我们 要念多少声 没有 要教我们 要怎么来念到 有功夫 有功夫就是这个 当我们听到一句不好听的话 人家骂我们的话 的时候 我阿弥陀佛 会不会把这一个气 消掉了 还是我们 谁讲的 要去了 像我这样 听到不好听的 就要脱鞋丢人 有没有 这个就是不修 没有修的人 真正有修 不会的 没有 如如不动的 看到不爱看的东西 也不会生气 因为 佛在心中 有佛 安住着 遇到什么境界 什么事情都好 我们都会因为一句 阿弥陀佛 而如如不动 这就是我们在经典上 常常讲的 六根 接触外面 六层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是老和尚也给我们 常常讲到的 所以很多这些佛学术语 我们必须一定要把它 生活化 用到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来理解 所以知道为什么 师父讲 《无量寿经》讲第二品 用了十年吗 就是这样一句 我们要想 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什么 能够跟这一句相应的 要能够 释迦摩尼佛 我常常跟我们同修讲 释迦摩尼佛讲出来的法 肯定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用的 如果释迦摩尼佛讲的 我们做不到 不能做的 这样释迦摩尼佛讲来做什么 释迦摩尼佛讲来骗我们 掉我们的瘾 他讲 你做不到的 我讲的这个 你看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释迦摩尼佛讲的 肯定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做到了 我们就改变我们的人生了 所以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我们要学会 这一句符号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界 我们来到道场里面 为什么道场好修 我们同修来到道场共修 因为道场人多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我们要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scan过的 这个same species 我才给进 有没有 没有的 所以我们道场 以前的祖师大德 我们佛教的道场叫什么 叫丛林 有没有 丛林 很有意思的 丛林就是什么 就是森林 forest 在这一个森林里面 是不是长出 各式各样的树 草 各种类都有 什么 species都有的 都在里头 所以你来到场 我常常跟我的同修讲 你来到我们千佛禅寺 来到我们华藏佛罗的颜色 你不要的脉 你的头脑 不要想着 全部都是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 各式各样的 都有 只是有一个比较凶 在那边看着 就是这样子 比较凶 在那边看着 他的headmaster 拿着藤鞭 我们佛教 有没有藤鞭的 没有 有啦 我们叫香板 它不是藤鞭 它像一只剑 这样 那个有没有 那个刀 以前人耍功夫的 我们叫剑 这边没有 这边很好 我们千佛 两只 真的两只 左一只 右一只 容易吗 看到谁错 从东单就去 很快的 就有的打了 所以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戒持 香板 就是打人的 有啊 是不是很坏 很坏的 所以啊 我们要能够学习 来到这一边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battern 每一个都不一样的 习气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宽容 包容 能够看得顺眼 听得过去 他讲什么 都无所谓 听罢了 我们要怎样 让我们的心 听而无听 看而无看 我们永远保持住 我们这一颗 阿弥陀佛在心里面 如如不动 要学这样哦 因为灵命中的时候啊 我们躺在那边 你不要看 那个王子啊 为什么有一些人 往生的时候啊 会全身 Dankokok 知道什么叫Dankokok吗 僵硬 这个很 眼睛都开开的 嘴巴开开的 为什么 紧张 他慌张 他恐怖 他害怕 这个王子 躺在那边 我们旁边 不知道罢了 他有可能 耳朵听到 很多冤青在主 到你要死了 我来说你的命了 很多恐怖的景象 会浮现在他眼前 我们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会死到Dankokok 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住 念念佛的 他会全身 软软呢 因为他 没有 慌张 我们一直在 念佛当中啊 来保护他 我们一句 阿弥陀佛啊 就放一个光 所以他整个在那边 整个范围 整个 他家居家 他往生的地方啊 都是给佛光 普照着 所以他的冤青在主 都进不来干扰 所以他能够很安详的走 不怕 所以念佛了之后呢 他能够 很顺利的 很柔软的 这个瑞相很好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啊 我们要念佛 不然啊 我们 灵命中的时候啊 我们也不知道 来 有人知道吗 灵命中是怎样死的 有没有死过 所以我们啊 No Tak To 我们没有第二次的 这一次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 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又在六道轮回了 是不是代表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学习回我们念佛法门呢 不一定哦 所以不一定了 要等不到多少生多少事我们要累结 无量寿经讲了 我们学习能够学到这个无量寿经 我们能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能够在这个净土法门念佛法门里面 我们过去生中啊 曾经供养无数诸佛的功德福报福德才有这个机会啊 所以你看我们一往生了 如果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依旧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也要等诺干年 诺干世 要无量节 有可能节哦 我们再学会 不要啊 太苦了 太辛苦了 不要啦 所以我们人生都是苦 时间要到了 所以讲最后一个废话 我会讲废话的哦 我们人苦不苦 一定苦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写在脸上 大家看我的脸有没有苦 有啊 看不到而已啊 你看两个草 一个横一个树 有没有 一个口 是不是一个苦字 写在脸上啊 会华语的 去写 你看我们中文哦 真很有意思呢 你看 把苦写在脸上了 你还讲你快乐 骗人 你都苦 你不要以为这个富贵人家哦 有钱人就很happy哦 他happy到苦啊 所以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 真的是苦 在这个娑婆世界 苦多乐少啊 肯定的 无论你是怎么样阶级 你在哪里 你是什么样身份都一样 都有苦 你看小孩小孩有小孩的苦 读书有读书的苦 做工有做工的苦 做人家housewife的 有housewife的苦 做人家老公有老公的苦 做grandmother grandfather 都有grandfather grandmother的苦 都有 你看我们人老了啊 那些 阿公阿嬷啦 在照顾孩子啊 照顾孙子啊 有苦吗有 因为脚不死患的 腰不死患的 阿 每天如果孙子在跑两圈 要喂他吃啊 做不来了 阿 拿个钉串 你看苦吗 苦 很多苦的 阿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苦 因为写在年了 记得 这个是废话来讲 两个草 有没有看到 一痕 一疏 一个口 准准啊 这个苦 我们人都苦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向下分仓复以来日 我们直接回响 阿弥陀佛 好 好